一上就要想活動給小朋友 又要有得玩又要有東西學 都真的想到頭痛 但如果有些課堂 要你陪小朋友摸一些無神神 又滑閃閃的昆蟲 不知道你們又敢不敢呢 在那裡 好像啡色 我聽到正確的答案了 看到他伸了啡色毛毛出來 觸碰著你 觸碰 左邊就是男生 左邊就是女生 這是啤梨的 有甚麼不同 這個大這個小一點 這個還沒巴黎 對 你可以碰他的身體 有人喜歡養貓狗 有人喜歡養小鳥 偏偏他兩位就喜歡養甲蟲 還將這件事發展做事業 三年前開始搞甲蟲興趣班 其實我們平時看到甲蟲 他們對翼是藏在超似的愛殼 甚麼時候會飛 第一 就是晚上的時候 其實甲蟲是屬於比較夜行性的動物 其實當初很老實 別人出去跟別人說 你做甚麼 你搞甲蟲 別人都不知道你做甚麼 我自己去招呼的時候 就試過傳一百個打招呼 或致電或訊息 或是電郵出去 當然那個回復就不高 始終你十個有一個 即一百個都有十個 很慶幸地 我們現在有些很熟悉的客戶 或是合作伙伴 其實就是當初用一個方法去建立回來的 香港的教育模式向來質重學術科目 但原來很多地方都會用昆蟲來教小朋友 台灣、日本、甚至內地都比香港走得更遠、更前 我覺得如果傳統 可能他就比較適合學術 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學習上的操練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學校的學習已經做到很多 如果是有其他的時間 那時候你都希望 其實小朋友的視野 那方面是可以更加寬一點 小朋友我覺得他其實最重要 是他學習的興趣 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我們幫他找到這方面的網站 或者是那些興趣班 他由這個點開始就會自己去學習 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他的語言 或者是他的知識 那方面其實都會有進步 如果他是沒有這個興趣 是爸爸媽媽叫他去做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任務 你做一個任務 其實你是不長久的 可能你叫他做這方面的功課 他可以做一天兩天 但是沒有用的 你買他那時候他馬上就停下來 其實接觸到甲蟲 可以關乎到很多關於知識上的層面 你可能會學到地理 然後學到生物學 昆蟲學 生物分學等等 其實很多裡面的知識 是在隱藏裡面 但是當你不是一個有興趣 或者你是死背的時候 去學的時候 其實會學得很辛苦 那究竟當初他為何對甲蟲 那麼穿起來呢 大概在第2、第3的時候 我的字紋都不是特別乖學生 都很貪玩的 他無緣無故有一天 就帶了一隻甲蟲回來 這隻甲蟲就是這隻的甲蟲 我做很深刻的記憶 我就是被他夾給你 第一次 大家回來 我貪玩放在手指上給他夾了一下 之後我們就經常在養很多甲蟲 在後面的鑰匙中 在中學後面 雖然夾到隻手都腫了 但就好像中了毒一樣 從此不能自拔 養下養下養了一大堆不同品種的甲蟲 還帶了很多貨本以外的知識給他 那班有多少人 150 普通手 普通手 兩班加上50 對 嚇死了 一次過教50個 這隻不實用 這隻不實用 除了普通的慶趣班之外 他們還申請到基金 開班教一些SEN的小朋友 他說完全沒想過 原來這些慶趣班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 有這麼大的幫助 他是坐不定的 但本身 因為我本身是課堂 都不是說一定要坐定定 是補習的 所以我其實都沒有刻意去說他這件事 大家都在一起聊天 形式 去學習 然後又去看 但 找到媽媽之後跟我說 他就說 其實我兒子是有ADHB的 其實是他之後才跟我說我才知道 他今天很乖乖地聽你說的 我很驚異 很詫異 他說 接下來他會設計更多不同的課程 希望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Likon 看你這麼健康 平時吃完晚飯 會不會吃點水果或糖水 你知道我玩瑜伽 其實運動量真的挺大 所以飲食上沒什麼控制 吃完飯還喜歡吃雪糕做甜品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食安中心昨天就表示 有兩款由法國進口的雪糕 可能受到歐盟禁用的除海劑污染 目前已經要求業界立即停止使用 或者受出受影響的產品 以及已經展開了回收 雪糕姐偶爾也會有些食安問題 我的朋友不想那麼甜的話 喜歡飯後是享受咖啡的 不知道你們現在又去問 哪喝著咖啡 哪看我們的節目呢 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喝一杯咖啡 貪他夠醒神 而咖啡都分了很多種 有齋啡、檸啡、朱古力咖啡 和牛奶咖啡 你們又喜歡喝哪一款呢 你一天會喝多少杯咖啡 兩瓶 兩瓶 那你喜歡喝甚麼咖啡 傻啡 為甚麼呢 精神一點 昨晚失眠 所以想提升 對 做事 偶爾喝一杯 有時候喝茶 那你喜歡喝甚麼咖啡呢 朱古力咖啡和傻啡都有 那你喜歡哪一款多一點 哪一款多一點 朱古力咖啡 為甚麼呢 沒有 喜歡甜一點 我想請問你一天會喝多少杯咖啡 四杯左右 那你那四杯咖啡會喝甚麼咖啡多呢 辣椒和啤酒 為甚麼會喜歡喝這兩款呢 因為 不說 可能想試清它每一種豆的味道 不少人都以為喝咖啡是很傷身 但美國早前有個研究說 其實喝咖啡是可以有效降低 患上急性腎損傷的 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應該不是吧 即是你不相信 正常來說 應該是喝一多會有害 我不會因為 他無端端對身體好熱喝多一點 純粹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就算了 我是嗎 我反而以為是 我以為反而喝咖啡 是會令到神不好 也好 如果有這個功能可以喝的可以推廣 因為暫時未有 即是你這個說法未流行 即是未夠功效率 除非研究真的廣泛推廣到 很多人都說是 證明是事實 我才會改變我的習慣 喝咖啡除了可以提神之外 還可以提升腎臟健康 美國有研究說 每天喝兩至三杯咖啡 就可以減低患上急性腎損傷 達到22%至23% 立即和醫生了解一下當中的原理 研究在今年的五月份出了 他就回覆了一萬四千個45至64歲的人士 去做一些問卷調查 看回他們每天攝取咖啡的數量 然後再看回他們的神功能 他們發現原來每天喝三杯以下的咖啡 說一杯兩杯三杯也好 他對神會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達致保護個腎 咖啡裡面會有一個綠原酸CGA 即是抗氧化物 可以令到血管壁 修復得更加好 達致到保護腎臟 保護身體的功用 雖然咖啡含有綠原酸成分 可以達致保腎效果 不過又是否每款咖啡都做到這樣的效果呢 要看回咖啡的處理 我們一般在市面上見到的咖啡 很多都是控陪過的 控陪了的問題 會增加一些有害物質 其中一個叫HHQ 它會引致腎受傷 如果越多越濃的控陪 它的HHQ有害物質就越高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咖啡又不是完全有害物質 它有時也會令大家舒服一點 還有今次的研究顯示 可以幫到個腎一點 如果可以的話 將來起碼有更多大型的報告 又有更多的樣本 我們可以得到更好的結論 為什麼會提到更多的地方 是可以的 我不會跟她一樣 我不會說 你不會說甚麼 你不會說甚麼 你不會說話 可以 我不會說 były 重新啟航